YOU GUYS WELCOME TO CHINA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我們又要帶大家 就是去一些店 然後不吃大家常常吃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點蒸鮮不吃壽司 那今天還有 不吃壽司 又是你 你不吃就好了 我可以吃壽司 不要啦 這樣我一個人吃不完 你是今天的那個 任務 分食者 我是來分食的 所以今天就是我跟黑熊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點蒸鮮 因為我其實在網路上看 它有蠻多 它的副食其實算蠻豐富的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不吃壽司了 好不好 走吧 有點難過 走喔 好啦各位 這一間呢 它其實就是蒸鮮企業 那 現在好像網路上也蠻多 有關點蒸鮮的影片 它跟蒸鮮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全部都是用這個平板 去做點餐的動作 我們今天呢就是 針對它壽司以外的品項呢 來做試吃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不足 它還有丼飯耶 真的喔 它也有丼飯 你看這平板 聲音很大耶 打開一下 不知道到底這大聲是什麼了 這兩個看起來很厲害 那個 我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我原本想要吃的 安格斯牛肉烏龍麵 然後另外這個是新的 好像是新的吧 九州蒜香蛤蜊烏龍麵 好好的耶 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然後這個 三點蟹味噌湯 好總之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幫大家試試看吧 那我就先來點餐 各位那個滿兩百塊就會有遊戲 然後 看一下這是幹嘛 在幹嘛 變身嗎 要怪手錶是不是 反正就是跟張紹斯那個一樣 真的假的要按喔 沒有沒有應該還沒有吧 喔要按是不是 沒有吧 我不用按嗎 欸我贏了 然後咧 欸 各位剛剛是我們 這個是中獎的 對這個就是中獎的東西喔 這個是回文針 沒什麼用 的 茶碗針 壽司店 沒有沒有 就是這種地方一定要吃吃看他們的茶碗針 好我們剛剛點了 我看得到 這個 呃 醬慢起司捲 然後 茶碗針 價格是60元跟 四十元 然後還有點了一個這個 安格斯牛肉烏龍麵 這個是一百塊 這個其實 沒那麼便宜 好 各位我們先 來試試看他們的那個 超韓針的部分 四十塊 然後呢 它的料 感覺比較 沒有那麼多 它就是只有 香菇蝦子跟 魚板 嗯 嗯 它的蝦子完全沒有那個 紮實的感覺 一咬下去就散掉了 蒸蛋的部分就 還OK 整個蒸蛋是 富有海鮮味道 但是它旁邊配料的部分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 漂亮的感覺 四十塊的晃 我個人覺得 不OK 應該 對可能再便宜一點 或者是 它的那個蝦子啊 如果是那種 富有彈性 扎實的蝦子的話 可能才值得這個價錢 就有遊戲了 遊戲即將開始 耶 耶 一模一樣的耶 要成功 要成功 不可能是按 哎呀失敗了 你看 好沒了 我們的安格斯烏龍牛肉麵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看起來很萌萌的 安格斯牛 但是我覺得 這個泡菜 感覺有點不搭耶 為什麼是泡菜在裡面 所以呢它的吊就是 蔥段嘛 然後糖心蛋半顆 烏龍麵 然後清湯 然後清湯因為泡菜呢 全部變成泡菜湯了 然後安格斯牛 安格斯牛的感覺 有點少了 這樣子一百塊 幹 這個有一點點 這個有一點 貴 現在這個牛肉看起來不太OK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呢 目前看起來一百塊的CP值呢 是不太OK的 主要是它的牛肉呢 有點小片 然後份量有點少 那它看起來是 炙燒過的 所以我們先吃吃看牛肉好了 嗯 牛肉的味道跟炙燒的香氣是有出來的 我覺得整體來說它牛肉是好吃 但是 份量真的是有點太少 份量真的太少 感覺到不了一百塊這樣的價錢 那再來吃吃看麵條的部分 就普通然後正常的烏龍麵 但我真的不喜歡 這樣子的組合裡面 放的韓式泡菜在裡面 整個味道跟湯頭 都被泡菜 的味道給掩蓋過去了 原本的湯頭我覺得還OK 還喝得到它原本的感覺 就是帶有一點牛肉的味道 然後是很純的清湯的感覺 但是現在就是融入了 有一點重的泡菜味道巴 其他味道有稍微蓋過去了一些 整體來說呢 這樣子一百塊 我覺得CP值不夠 而且它的份量其實有點小 然後重點是牛肉的份量太少 這什麼肉缺啊 安格斯牛肉 熊吃吃看 對不起我吃不出來安格斯在哪 反正我覺得它牛肉是好吃的 但是 份量真的太少 少得有一點 而且有一點烤肉味我還滿喜歡的 對對對 它的那個炭烤的味道很不錯 可是這個是分量比Seven買的 麵還要少吧 你覺得是算還OK 能接受好吃 算能接受啦 普通貨色 有普通上面一點點嗎 沒有就普通 就普通 OK普通貨色 但是這樣子一百塊呢可能 就變成不普通貨色 對CP值就不大了 變生氣貨色 好 各位再來呢 這個是 三點蟹味噌湯 然後另外這個是 櫻桃鴨 櫻桃鴨熊吧 煙燻櫻桃鴨熊 然後這個是五十塊 然後另外這個呢也是很貴的 我幫大家點來吃吃看 三點蟹味噌湯 一百塊 三點蟹味噌湯 三點蟹味噌湯 我不曉得耶 螃蟹這樣一百塊算OK嗎 我也不知道耶 但看起來它的螃蟹是 紮實 就是中間是有東西可以吸的感覺 它是整隻耶 這個是半隻 然後 它有幫你把殼弄過 對 然後這個是半隻 然後這邊還有它的 獨立一隻蟹餃在這邊 好不好 三點蟹 看起來是很紮實的蟹啦 我們吃吃看好了 雖然蟹歸蟹 但是它的那個蟹肉呢 不知道是因為煮了太久 還是烹調時間沒有抓好 稍微乾柴了一點它的蟹肉 再來重點啊 這種味噌湯呢 最重要的就是蟹肉的味道呢 有進到味噌湯裡面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非常的不值得 好不好我們來吃吃看 不要點 剛剛旁邊來的那個 大阪燒 大阪燒風味炒麵 這個呢 三點蟹味噌湯 真的不要點 蟹肉的味道沒有在味噌湯裡面 然後整個味噌湯的味道變得 反而有一點奇怪 所以我覺得不太OK 那再來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煙燻 櫻桃鴨胸 我們今天點的都不太OK 煙燻櫻桃鴨胸呢 整個肉質是OK 但是我覺得調味偏鹹 這個可能如果你 吃比較重鹹的 會比較接受 雖然我覺得它有點太鹹了 但肉質是OK的 肉質是OK的 然後 再來這個是 我覺得蠻特別的東西 大阪燒風味炒麵 它上面有柴魚片美乃滋 日式炒麵這樣 我不喜歡 真的嗎 嗯 可是我本來就不喜歡大阪燒 蠻好吃的啊 你覺得蠻好吃的喔 始終覺得好吃 可是它這個是美乃滋的嗎 我本來就覺得正餐的東西 有甜味在裡面 對我來說是不OK 那就是你 因為不喜歡甜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個人主觀 胡麻豆腐麵 它的這個胡麻豆腐麵啊 是不是麵條是用豆腐去做出來的 去製麵製出來的 這個我不確定 我們吃吃看就知道 因為它說是胡麻豆腐麵嘛 但是我在這個整個裡面呢 沒有看到豆腐出現 所以我在想 我在猜是不是 它的這個麵條啊 是用豆腐去做出來的 我出現你喜歡了 終於有一個我喜歡的東西了 各位這個好吃 胡麻豆腐麵好吃 它真的是 用豆腐去做出來的麵條 你看它的這個麵條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細麵 但是你一吃下去的時候呢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豆腐的口 豆腐的味道就出來了 嗯 而且口感很舒服 那再加上胡麻跟豆腐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協調的組合 然後裡面有一點點那個 蝦軟做點綴 這個好吃 終於吃到一個我喜歡的東西了 再來呢這個是 剛剛點的東西當中呢 非常期待的一個 它是燒滿玉子燒 然後它上面這邊是燒滿 下面就是經典的玉子燒 我們來吃吃看 我把它切一半好了 跟紫熊一人一半 好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燒滿玉子燒 吃吃吃看 我不知道欸 你說很好吃喔 看起來很像起司 這個好濃郁好好吃 真的 真的 好 來我們來吃吃看 它起司味也太濃了吧 這個如果你是很喜歡起司的 這個一定要點 它其實玉子燒的口感 玉子燒只剩下口感而已 玉子燒的味道呢 其實完全被燒滿 跟起司的味道給蓋過去 所以最後呢 在你口中體會到的味道呢 就是燒滿的那個 薑香氣跟起司融合在一起 那口感的話呢 就是由玉子燒來擔當 對這個也是 如果你是很喜歡鰻魚 或是你很喜歡起司的話 你會很喜歡 但如果你是想要吃玉子燒的話呢 這個可能就會不適合你 因為它基本上吃不到玉子燒的味道 玉子燒就只剩下口感而已 然後這個最雷 快快快快 衝啊衝啊 那有愛跟美愛一樣嘛 它就算愛贏了 它還是有可能會輸啊 對它偏雷 各位再來呢 我們點的是這個 唐陽雞卵骨 這個是 四十塊 唐陽雞卵骨 份量來說 好像還OK 因為 雞卵骨 應該是 比較少的東西 好不好 是吧 我也不知道 來 雞卵骨 我們吃雞卵骨啊 可是 完全沒吃到卵骨耶 它是送錯了 再吃一次看看 這個看起來應該比較有吧 怎麼還是沒有 哇 有有有 真的有 我覺得 它吃起來沒有那麼 像我想像中日式的感覺 然後剛剛默默的又送來了 這個是 雪場蟹 胃 棒 唐陽 然後它這邊是有 鳳梅乃滋 我們先沾乃滋 試試看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如果它的 有紮實的感覺的話呢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算 還蠻值得點的 因為它一份是 五十塊 這個可以耶 跟其他東西比起來 它的CP值就是有出來 你咬下去之後呢 一開始外面就是酥脆的感覺 就裡面其實就是 有一點像是蟹肉棒 然後它可能是雪場蟹的蟹肉棒 然後外面就是 像天婦羅那樣子的 灑我 我那個天婦羅的粉去灑 但我覺得這個是相對來說 還OK的 都跟剛剛的也是同為蟹類呢 這個香蕉之上 就好太多了 各位 這個應該是 我們 今天的 這是重頭戲 想要 幫大家試試看的東西之一啦 這個 蒜味葛莉酒粥烏龍麵 然後這個比 那個 安格斯便宜一點點 它是 八十塊 我們先從湯頭的地方吃吃看 喔 這個 比 安格斯牛的那個好太多了 它的這個湯頭呢 其實沒有太重的蛤蜊味 但是味道很鹹 蒜味也沒有太強烈 所以你如果是不喜歡吃蒜的人 我覺得也可以 也是可以接受 因為基本上 從湯頭上面是 喝不到 呃 太重的蒜頭味道 烏龍麵就跟 剛剛吃起來差不多 味道相對來說 更鹹的一點點 主要應該是因為湯頭的關係 所以它整個麵條呢 因為湯頭的味道呢 所以會 跟安格斯那個烏龍麵比起來 比較更鹹一點 再來吃它蛤蜊的部分 腥味有一點重 整個味道非常的鹹 它的這個蛤蜊 這個是蛤蜊還是 還是蛤蜊還是蠟 我也不知道 但是吃起來非常的鹹 主要的缺點就是 腥味稍微重了一點 但是 還好它的那個湯頭啊 是沒有受到這個蛤蜊的腥味的影響 喝起來雖然很鹹 但是 算尚可 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以80塊來講的話呢 可能 CP值就還是 稍微 中下一點點 沒有達到80塊的標準 好 各位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最後一道菜了 酥炸 牡蜊 一盤是80塊 一顆40塊 來吧這個就一口吃吃看 整體來說還可以啊 腥味應該不太可能完全沒有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 但是我蠻喜歡它 上面的番茄的搭配 清爽解膩的點綴 如果以一顆40塊來說的話 可能就在剛好的價格 這個可能是還OK 但是如果你是 對牡蜊很講究的人呢 可能就會 還是會那麼在意一點 因為它畢竟 牡蜊這種東西 如果不是當天現吃 現採現吃的話 可能都還是會 有一點 對鮮味啊 有一點跑掉 所以 這個就普通 好不好 對我來說我自己是覺得 普通還OK 不會到非常好 但也沒有到不好 對大概是這樣子 來 最後呢我們問問看師兄 你覺得我們剛剛點的這些東西呢 裡面你覺得哪一個你最喜歡 炒麵 炒麵 看竟然是炒麵 炒麵 那最不喜歡的是什麼 真的不行 我沒辦法吃 我不喜歡吃螃蟹太累了 好 所以這個是 跟我一樣 子兄 我覺得這個最不喜歡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那個 胡麻豆腐麵 我覺得那個很特別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那個麵條啊 是用豆腐去製成的 所以其實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胡麻跟豆香氣 跟豆類豆腐的香氣呢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 那個明太子啊 又有一個 啵啵啵的口感 咬破之後呢 它會有那個鮮味去跟 胡麻跟豆腐的香氣做結合 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 以副食來說 我們今天點的所有東西來說呢 我覺得 最值得點的一個東西 其他東西呢 它其實不是不好吃 但是 只有 只有 這個是不好吃啊 就這個 就這個 好不好 我覺得是不好吃 但是其他東西我覺得都ok 但是 就以CP值來說呢 可能它的價格 比較貴了 所以就 比較沒有那麼推薦大家點 那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那個胡麻豆腐麵呢 它是我個人 最喜歡 然後CP值 覺得最高的 一個 副食 好不好 如果下次來的話呢 想要試試看他們 副餐的話呢 我們剛剛點的那些東西 就可以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你就可以 決定呢 會不會合你的胃口 然後 需不需要點它 好啦 那麼最後大家如果喜歡 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各位觀眾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 還有訂閱 黑子兄 掰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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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